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到Town in Town 甚至有在NBA的Summer Program 在跟我们Local High School的学生做一些友谊方面的比赛 那我们今天请到两位球员来这边跟我们解说一下他们今天的一些心得 跟一些他们今天在这个比赛之中对于今天的表现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 两位好 可你们稍微介绍一下你们自己 我叫王少杰 今年高三 今年是毕业生 我叫杨晨 今年19岁 也是高三 今年的毕业生也是 那你们这次对于今天的比赛 你们本来有做多少时间的训练呢 因为我们到这边之后时间很紧 然后只有今天上午做过一次训练 然后现在就开始了 那你们今天主要是有这一个星期有几场的比赛 应该有两场 加上这一场后面还有一场 那你们对于说今天比赛的这个感想有什么样的感想呢 我们这边就是坐了很长的飞机 然后可能大家刚到这边都有点不适应 然后加上天气气候 然后可能有一些状态不太好 那你们觉得就是说在Hewson来讲 你们觉得在这边比赛有跟中国有什么不同的感觉吗 因为到美国这边 然后规则 然后球员就是风格很不一样 然后我们到这边有一些不适应 然后这边打法节奏很快 然后就是 而且外线都很准 我们分手的时候就是很不舒服 那你对于今天表现 你们给自己打了什么样的几分呢 7分吧 那你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我觉得今天打的就是还是视察没有倒过来吧 全队有点疲劳就是 反正今天打的不是很好吧 没有发挥出我们就是真正的实力 对 以后希望就是接下来几天训练和比赛就是再接再累吧 就这样 那你们接下来在这个Summer Time 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其他的比赛会将要进行的 明天有训练吧 就是跟那个火箭那个助教就是来训练 然后是最后一天有可能跟一个美国高中球队 就是比较强的球队打一场教学比赛 那我们也谢谢你们今天给我们的访问 我们期待你们在这几天后面的比赛会越来越好 希望你们成功 谢谢